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赚明,机会给大家播讲古地图之谜 那么今天这集呢,我们讲一讲现代古地图之谜的起源 这就是查尔斯·哈普古德出版于1966年的《古代海王地图》这本书 我们之前所讲到的这些神秘古地图的传说都是来自于这个源头 哈普古德在这本书里,他声称很多的中世界地图 都标识了当时还没有被人发现的南极洲 哈普古德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宣称 它的灵感呢,是来自于阿灵顿·马勒里船长在1951年所写的那本书 《失落的美洲·哥伦布之前的铁锡时代文明的故事》 但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和地图学家 在看过哈普古德的这本《古代海王地图》的书之后 认为哈普古德在很多观点上都是有了明显错误的 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他在引用这些中世纪地图的时候 并没有考虑在这些地图中所出现的注释和标题 似乎他非常执着于自己的观点 认为在这些中世纪地图上所标识的最南端的土地就是南极洲 所以但凡与此相反的证据,他并不感兴趣 比如说在这本书的第66页和103页 他公布了1569年《莫卡多地图》的一些细节 明确指出作者,他绘制了南极洲 在书中呢,阿普古德给出了很多 以现代南极洲海角海湾海洋这些地理参考的模板 来和《莫卡多地图》进行对比 但他却忽略了原始的《莫卡多地图》中的一些很明显的信息 在《莫卡多地图》上,麦州伦海峡以外的那片土地 被明确标注为西班牙语的火地岛 事实上呢,在1622年,环球航行成功之前 火地岛一直被认为是传说中的巨大的南方大陆 未知之地的最北端 在很多中世纪地图上都有类似的注视 火地岛被部分包围 海角和海湾都已经被命名 似乎哈布古德他只关心他所认为的南极洲的证据 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去探索和研究中世纪的制度历史 他从来没有提到过 在中世纪的地图上,普遍地提到了南方大陆 像这幅1608年所绘制的中世纪地图 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对南方大陆的标识 而且呢,这个所谓南方大陆 和已知被探索的南美洲最南端,最接近的地方 也写着同样的标识,火焰之地 也就是现在火地岛的名字 在哈布古德的这本书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先入为主地认为 麦州的海峡以外的土地必须是南极洲 所以他开始对古地图进行变形,拉伸,旋转 来进行校正 来确保他和南极洲可以进行对比 但在前面几集的分析里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古代地图所绘制的南方大陆 和南极洲根本就是不同的 所以你再进行修正 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为了弥补这个不足呢 当然哈布古德还甚至提到了 他认为起源于先进的,史前文明的 对南极洲的描述 实际上描述的是地震抛面 不过后来呢,用现代仪器所检测出的 南极洲的地震抛面 也和这些古地图的记载完全不同 不得不说哈布古德 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还是非常执着的 所以在他的书里呢,给出了一幅 非常细致的对皮里雷斯地图海岸线的详细分析 但是因为皮里雷斯的地图我们前面讲到了 它的最南端实际上描绘的很有可能并不是南极洲 而且呢,它对南美洲海岸线的描述也存在着很多的错误 因此哈布古德不得不在他的分析里 在三个地方都写上了省略海岸线 来避免涉及到皮里雷斯地图的错误性 但是哈布古德这种做法一旦被人意识到的话 他理论的可信度就会被大幅降低 那么哈布古德的不严谨性在第99页上也得到了体现 在这页上呢,他谈到了1559年的 非凡的哈吉·埃哈迈德地图 他认为这幅地图对于在1559年 还并没有被完全探索的太平洋美国海岸线 有着非常精确的描述 但问题是,在这幅地图的右上角 如果放大的话就会看到 实际上哈布古德所引用的这幅地图的版本 是发表于1865年12月 这比哈布古德认为的1559年 要晚了将近300年 实际上哈布古德所引用的 埃哈迈德地图 是1865年的修复版 那么在这1865年的版本里 他再现了这幅古地图 但是呢,出版者也按照1865年的地理知识 对原图进行了不可避免的修正 事实上如果去看埃哈迈德地图的原版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他所绘制的北美洲的太平洋海线并不精确 而且即使这个不精确的版本 仍然不是原作 因为原作已经没有任何副本流传下来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早的版本 是少量的1795年的复刻版 而且呢,历史学家已经明确指出 埃哈迈德的地图 不过是对一部三四年 菲拉修斯的新型地图 进行更新修正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之后几个世纪的版本中 美国的海岸线从近似和推测 那么到不断地增加新的探索的发现 那么近似和错误逐渐被修正 那么海岸线的描述自然就越来越准确 其实就像我们之前几集里所讲的 从中世纪呢,进入到近现代文明 很多地图都是根据之前的模型进行绘制 然后再把对新发现土地的探索加入进去 这样才能让地图越来越准确 哈布古德在他的书里呢 还提到了1739年巴奇地图 他再次毫不犹豫地表示 这幅地图是包含着南极州的代表作 但他并没有引用巴奇在这幅地图中 用法语写的密密麻麻的注释 如果他引用的话 就可以清楚地表明 他所谓在这幅地图中 对南极州的描述 是根据部位船长的航行描述 而绘制出来的 而且哈布古德更是没有提到 我们之前提到的 巴奇地图另外一个版本 也就是对南方大陆 没有任何猜想的那个版本 也许哈布古德不知道 但也许是因为哈布古德知道 那个版本并不支持他的理论 因此他故意没有提及 哈布古德在他的这本书里 当然也会提及1531年 菲娜乌斯所绘制的那幅地图 在书中哈布古德非常确定地说 这就是真实的南极州的地图 但问题是形状它不匹配 因为菲娜乌斯所绘制的南方大陆 它比真正的南极州要大很多 甚至已经触及到了南回归线 所以哈布古德被迫旋转它 拉伸它变形它 但仍然不匹配 结果哈布古德干脆就把南极点 移动了1000公里 然后声称菲娜修斯 所涉及的南回归线 实际上是南极圈 可是哈布古德呢 却对菲娜修斯地图上 一个重要的信息 抱持了沉默 菲娜修斯在他所绘制的 这个巨大的南方大陆上 清楚地写下了 说这是最近发现 但是尚未完全探索的陆地 同时呢 他也用到了火焰之地 这个词 这也是很多中世纪的地图里 出现的同样的词 这个词是用来定义火地岛的 而火地岛的陆地 正是麦哲伦在1520年发现的 不过那个时候呢 并没有对火地岛进行完全的探索 所以人们普遍认为 这就是南方大陆北部的尽头 另外在哈布古德这本书的第五章 还专门介绍了 多尔赛的航海地图 因为在这幅航海地图里 我们可以看到 有非常复杂的方向连线 所以哈布古德呢 就下了断言 认为这幅地图 已经是参考了 比托罗密更久远的 精确的古地图信息 才能够绘制成功 但有意思的是 即使在哈布古德的书里 他也提到了 绘制这幅地图的作者 实际上拥有着指南针 而指南针恰恰是用来 指明方向的 多尔赛的航海地图 它对于地理位置 距离的表述 仍然是概念性的 和其他的中世纪地图一样 它只能给出 概念性的指导 而不能给出具体精确的指导 而它所加上的这些 关于方向的连线 这恰恰是指南针 可以做到的 那么哈布古德呢 为了坚持自己的理论 却忽略了指南针 对于进行制图的科学重要性 不过正是由于哈布古德的这本书 提出了一个非常新奇的理论 所以几十年来 关于古地图 最具有想象力的 也是最负争议的理论 就被建立了起来 在哈布古德这本书之前 历史学家 地理学家和制图师 从来没有认为 这些中世纪地图是奇怪的 因为在所有关于制图 和探险历史的研究中 都有关于南方大陆神话的章节 都有把澳大利亚 认为是南方大陆的这种猜测 而且随着航海家 不断地向南移动 探索南美洲 当他们探索到南美洲的尽头之后 他们自然会认为 所有之后所发现的 更南端的土地 自然就是南方大陆的一部分 直到后来 他们完成了对火地岛 整个岛屿的探索 以及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 这样慢慢的 人们才开始对 南方大陆的这个概念 进行修正和正确的理解 最终呢 在不断地探索之下 我们才了解了 整个地球的全貌 因此呢 我们可以说 起源于哈勃古德的 关于古地图知谜的这个理论 它只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 新奇的话题 但它并没有足够的证据 可以挑战 严谨科学的制图学历史 感谢观看